NBA 詹姆斯竟然單膝下跪 而且露出無語問蒼天的表情 他的情緒快失控 原來是因為這一球 比賽只算倒數4秒 胡仁和塞爾提克平手 詹姆最後一球上籃卻沒進 他不斷跳腳直著自己的手臂 向裁判反映 他被打手犯規 接著爆頭 吶喊最後就是下跪 連他隊友都為他打抱不平 釋出奇招 賽後詹姆甚至連發兩篇推文 不斷強調 針對那球誤判 他真的不解 胡仁對教練在記者會上 也顯得很無奈 包括剛轉隊到胡仁的日本集成 球員扒出類也說 那球打手大家都有看到 果然賽後裁判坦誠誤判 卻無法改變比賽結果 詹姆內球沒得分 進入延長賽後 胡仁最後以四分差 輸給了塞爾提克 現在瀨爾提克 甚至是他們必須贏 他們會失敗 詹姆距離打破NBA總得分最高 紀錄只差116分 只是胡仁戰績沒起色 加上這次誤判風波 詹姆恐怕也開心不起來 第2個新聞中得分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